而嘉義市樹木園樹林超過120年的鎮圓之寶 肯是南洋山 因為有像比薩斜塔一樣的樹幹成為一大特色 不過疑似因為樹幹腐朽 下雨造成突然鬆軟 日前突然倒塌 而現在颱風來襲 園區也決定今天修圓一天確保安全 巨大老樹林跟拔起橫島在路中央周圍 趕緊拉起警戒線 因為倒下的這棵樹 是嘉義樹木園樹林超過120年的鎮圓之寶 肯是南洋山 这棵鎮的肯是南洋山 現高超過28公尺 市民國前十年由日本人從澳洲引進 而且原本是兩棵母樹 但2015年蘇迪勒颱風來襲倒下一棵 也讓它變得倾斜 原本打算讓它自我修復 但疑似年長俯修 加上降雨造成土壤鬆軟 老樹再也撐不下去 這這棵是母豬 後面那全部都是它的種子 兩棵老樹貢獻良多 而這棵傾斜的老樹還曾像比薩斜塔一樣 讓遊客嘖嘖稱奇 沒前到23號晚間突然倒地 索性沒有造成受傷 但眼看颱風要來 園區也決定修圓 臨時所人員將巡視園區以確保安全 記者蔡寸吳嘉宜報導 所以我撐不下去就不下了 全部都會被刁護到 就在家裡就不會被刁護到 怎麼到達了 那裡的老樹貓